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 是我最喜欢和尊敬的经济学家之一 他的写作很少运用数学模型 三言两语就能把问题核心说清 加尔布雷斯在The Great Crash 1929这本书的第八章里 创造了一个非常棒的概念 叫Bezil 对经济学家来说 诈骗是最有趣的犯罪形式 因为它有一个时间参数 在诈骗行为的发生和发现之间 存在着好几个星期 几个月甚至数年的时间 在这个时间里 诈骗犯已经骗到了钱 但是上当受骗的人 却丝毫没有感觉到损失 在心理财富层面 我们实现了净增长 在任何一个瞬间 一个国家的商业和金融领域 都存在着一定数量的 还未被发现的诈骗案件 我们可以把这些总数 以亿为单位计算的诈骗案件 统称为Bezil 后来甚至还有经济学家 发明了GNB的概念 国民诈骗总值 用来衡量国民生产总值中的虚假繁荣 Uber就是这样的一类Bezil 股民去买Uber股票 是希望这家公司有一天会赚钱 可是Uber心知肚明 目光所及 这一天都没有可能到来 Uber是一家运营了十年 还在每年亏损几十亿美金的公司 因为它们的核心竞争力是补贴司机 即使这样 麻省理工学院做过一个大面积的司机调查 发现Uber司机的中位数收入低于美国的最低工资 即使Uber有一天像滴滴一样 靠烧钱成为了垄断 也无法改变 出租车行业利润率低 没有网络效应的行业逻辑 而且Uber司机越多 虽然用户总量会上升 但是空车一多 平均车费反而会下降 Uber不得不提供更多的补贴 进入恶性循环 在没有Uber以前 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城市 出现过出租车行业垄断 这是因为车费的85%甚至更多 都摊在了汽车和汽油上面 无论什么样的规模化经营 都压缩不了这两大成本 除非Uber自己开始生产汽车 或者去开采石油 投资者为了一个轿车软件 需要费这么大周折吗 汽车的折旧 司机的收入和社会保险 投资人未来的收入 这些实实在在的成本 都没有记录在Uber的市值里 Uber 700亿美金的市值 是一个典型的Bezel 在特定时间段内的心理财富而已 相比Uber 滴滴的商业逻辑和市场现实 又有多大区别呢 请在留言区分享你的看法